哈哈哈哈 好 第三節回來 剛才你說你的故事是涉及親人的 是怎樣的 很多年前我爸爸過世 我爸爸是睡覺走的 那時我在外面唱歌的走浮 立即坐飛機回來 哭到七彩 那天是爸爸的回運 回運不代表是頭七 不是 頭七是回運 那個人我只記得 我爸爸是長八 我其實不知是甚麼 長八便是十八天回來 死了之後是十八天 這樣嗎 我不知道為甚麼 我經常哭 那天我看了潘法江師傅說的 我全部都沒有做 全部都做錯了 我忘了我媽媽 不知道我媽媽應該有拜的 但收完之後 我們要收完 我記得那張桌子沒有了 我只記得那張桌子 土地那些 總之 牙灰 因為那時候 很多年前我爸爸離開 所以我還是跟媽媽 裝香 我們又不懂 別人說反轉就可以了 即是把神主牌 不是 應該說用紅布包 對 我蒸三瓜 我媽媽不懂香港這裏的東西 我媽是索海人 我們就把土地反轉 會否大吉利是 那不會 沒有禮貌 沒有禮貌 那晚接的時候 到一兩點 起碼 我聽到外面很吵 我會害怕 然後我收檔 趕快走進房間睡覺 我聽到東西 聽到甚麼 我忘記了 我很害怕 你老爸 你有沒有很害怕 我不是害怕我爸爸 我害怕那些東西 其實你過了幾點 十一點 你還要回房間睡覺 你還在這裏接班 我習慣了我老爸 不是 你不行 你不懂 有時候真的小時候 總之就是聽到那些聲音 還不關木門 只是鐵閘 只是鐵閘 鐵閘 上面那些鐵閘 我好像見到有東西 所以才很害怕 立即收檔 立即衝回房間睡覺 你回房間還有沒有聽到聲音 沒有 都關木門 甚麼東西都沒有 門再門 還沒有 不是 你立即關回家裡的大門 立即關回家裡的大門 立即收拾接元寶的東西 你沒有鐵閘打開 所以你沒有關門 是 有鐵閘 我好像見到有東西 所以我很害怕 還有就是 我爸爸是土葬的 是 我有一個親人 就說要火葬 我爸爸就找他 聽不懂 即是你爸爸生前 就說他死後要土葬 沒有 都沒有 我爸爸不介意 我爸爸是很無所謂的人 是 為甚麼你又說他要土葬 我媽媽想爸爸土葬 即是免死了 一把火燒 是的 尺 不捨得 有一個就說 要火葬 關他甚麼事 他都是家裡的家 其中一份子 他的意思是不想搞那麼多事 他就跟爸爸住 即是你的兄弟 不覺得 我怕他會捏死我 因為以前我們成家是住政府樓 爸爸的拖鞋都還在 他睡到半夜三間 就聽到爸爸穿著拖鞋走進房間 聽不聽得明白 是 是 恐不恐怖 聽到 即是 即是 撞了之後 即是爸爸已經過世了 即是 分分鐘已經過了一個月的事 即是落撞了 是的 甚麼都搞好了 或者他自己知道自己不對 即是這樣對爸爸 他發夢 不知他發夢是甚麼 是很真實的 他自己說出來的 說爸爸找他 接著說 找他 要死 你的壞人 你叫我火葬 對爸爸不敬 諸而處女 他聽到爸爸入房 入房 直接到他床邊 他很害怕 即是走到床邊 直接走到床邊 接著他 他說了 南無阿尼陀佛 爸爸就走了 噢 可能你爸爸走到床邊 脫了拖鞋 拖東西拍 爸爸或者想說他 小子 這樣 這樣 即是 是他見過他爸爸回來 是的 他很好笑 說回我們聽 我們整間都笑 笑他 你誤逆啊 你誤逆啊 即是他贊成火葬 他要 由那一年 因為他覺得 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留一些錢 好過他 留一些錢給誰 或者留給媽媽 即是他建議不要花這些錢 是的 因為我們 其實做這些 這些叫做過身的事情 和家人 和長輩做 真的一定要認識別人 否則會被人斬到一頸血 我們和我爸爸做 是做了二十多萬 是的 因為為什麼我找金主 即找鱷魚呢 我今天和我爸爸 在這裡說 將他起了骨 拾了骨 十年後 要拾骨 是的 我們因為有這樣的教訓 用了二十多萬 所以我們就找了鱷魚 鱷魚很好人 鱷魚介紹 鱷魚就不會做這些 是的 但是他 好像自己家人 馬上幫我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 打齋 土壯 土壯這個租 我只是套壽醫 爸爸套壽醫也過萬 還不是頂級 所以有些人說我們 因為你帶一個人來 原來 那個老闆要付錢 他要收的 他要收的 那個經紀 是的 總之你每帶一個人來 那個 買棺材 又有人在我們旁邊 買套壽衣 又有人在旁邊 總之全部 個個都咬我們一口 你們 個個好像你那麼容易探 當然 我們不懂 我有個街坊 是這樣的 他去那個佛堂 就是佛堂的佛友 他的老公過身 沒有以為信佛 那些人就不貪心 一樣 然後他又找了一個 又好像那些 那些什麼 那些叫什麼 又是那些經紀 就是幫你做法事 介紹你那些 他不知道 搞他很多錢 還有這個街坊 他很多長期病患 根本就不適宜 花那麼多錢 他說他自己爆出來 他有一天就跟他說 譬如跟你說 你這件事我幫你搞定 都要十三四萬 他有一天 即是快要準備 已經計好日子 何時做的 無緣無故走來 不好意思我計錯數 五萬多元就可以了 即是跟他說五萬多元就可以了 少了七八萬 差很遠 然後那個街坊問 為何少那麼多 他說你不要做漏了 是不是 我私下過生 其實他死得很慘 他是跌落 即是他又不知道 那些腳有什麼事 滾落樓梯 踏傷成毒 勾死 那便跟他說 他說你不要搞這些 他說不是 他自己爆出來 他說你老公有一天 直接走來問他 為何要收我老婆這麼貴 這麼恐怖 是 鬼拍後尾枕 自己縮下 他又要去 譬如他又要去 譬如你做法 你做這些 有個先人找他 那些生後事 你要去訂殯儀館 又要去那裏找人打齋 又要訂衣子 他不記得了 我街坊不記得了 他去隨便訂這個途中 突然發覺有人跟著他 然後耳邊聽到有人說 你為何要收我老婆這麼貴 他只是在做這單 然後他馬上去訂購 不敢去 其實真的沒有那麼多錢 我見人家那些 窮的人 是一萬元以內 什麼都可以做完 我聽過有些 幾千元套餐 不過那些是要縱瞞才行 這個韋鳳 M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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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鱷魚又懂得發 死人才 你不要這麼說 你好像把那件事歪曲了 我是說他幫我 這是朋友來的 說笑 說笑 我就是想說 鱷魚真的 大家好像兄弟姊妹 真的很好 不要賣告白 我不是賣告白 我說真的 因為那段時間 我是睡不著覺 很困擾我 現在我們去 他們很喜歡聽那段影片 嗯 《廣中司機》 大家好 我是阿成 我不是一條海參 我是一個廣中司機 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靈異經歷 就是有一次我要從香港 運一批空圍購上去潮州 當時還沒有講梅傘功勞 我要由敏感度過關 以後為州功勞 經過散頭 然後才可以去到潮州 大家可能我也覺得很奇怪 為何會運空圍購去潮州 其實匪國最大的空圍製造廠就是在潮州 幾乎六成的空圍都是在潮州製造的 而當時那些配件也很貧乏 我必須要在香港運那些配件上去潮州 當年廠商要我運這批貨的時候 我是曾經拒絕過它的 因為這條路太遠 由深圳去到潮州 是有效行三百八十九公里 而當時的路也非常難走 除了難走之外 在散頭當時的治安也很一般 當地的居民有一個特別難路打劫的方法 就是把死屍丟出來露面 你的車經過 一個不小心 他就冤枉你撞死人 還要你賠錢 由於這條路太長 經過路段太多 又言語不通 很多司機都不願意拒絕這些單 但是都是一個廠家 他肯出多一倍的價錢 我賺了錢 沒辦法 唯有走這一轉 我記得當日我把車洗經維州的時候 天已經開始黑了 由於我不想停在路邊 過一晚 我把車特別開得快 想要早點 可以去到散頭裡 然後才落地休息 由於早兩天下個月的關係 那條路零射難走 周圍都是禮拜 我看到天越來越黑 但是還有一段時間還沒到散頭 我就決定把車停在路邊 搞谷槍 想著第二天一睡醒 就趕進去散頭 其實我當時都很害怕 一來我又不知道治安好不好 二來我又只有一個人 我搞谷槍 塞了燈之後 我就靠在司機位裡準備睡 當我睡到朦朦朦朦朦之際 我就被一些吵醒了 我在不遠處那裡 就見到有幾個人 站在路邊裡 拖著一個 類似屍體的物體 站在路邊 由於當時那個月食都很好 我很容易就看到他們 但是他想見到我 也不是那麼容易 我是故意把車停在那棵大樹後面 那幾個人 由於作冊心虛的關係 一直都沒有看過這邊 而我看他們 就非常之清楚 我見到那幾個人 將那條好像死屍的東西 丟在地上 而幾個人就站在那裡聊天 在那裡暴煙 聊了一會兒 他們就準備走了 就在那幾個人 煲完煙 向著他們來的方向走 的時候 我見到 在他們後面 有一個 穿白色衣服 長頭髮的 好像 你看下去 他又不像人 但是一個 又不是太實體的影 這樣 吞著他們 尾 就在他們 走了幾步 之後 那個白色的影 就向著 走最後的人 背部 那裡 一撲就撲上去 而那個人 被他撲上去之後 就無緣無故 爬了一聲 帶到地上 而我見到 當時他應該是 撞到石頭 因為他爬起來的時候 我見到他 整頭都是血 而那幾個人 就馬上走過去問 好像問他 什麼事 他真的扶了他走 就在那幫人 扶了受傷的人 走之後 我又再見到 白影站在那裡 好像看著那幫人走 那樣 那個白影給我 第一種感覺 他應該不是人 我當時很害怕 馬上踏著車 開著高燈 撐著他 當我一撐過去的時候 我就發覺 不見到那個白影 我就更加害怕 踏著車 打算馬上離開那個現場 不要搞了 不會再在那裡睡 其實我當時也很矛盾 如果我把車子向前駛 我一定會經過 剛才他們扔在屍體的地方 但是我不向前駛 我就不可能回頭 因為那些貨 第二天一定要駛上山頭 那我唯有硬著頭皮 就向前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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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經過 剛才他們扔在屍體的地方 我發現 為何地面沒有死屍 我就更加害怕 突然馬上飛 離開現場 自從那次之後 我發過勢力 就算給多少倍價錢 如果不是兩個人 一起駛車上去 輪流駛的話 我永遠都不會再經過那個地方 威風不用這麼介意 我們只是說笑而已 話說回來 剛才我錄的片 其實我拿著機器 在家裏錄的 不知道為什麼 去到有一節 突然一伏一聲 有些這樣的聲音出現 我是這樣錄的 沒有注錄的 大家聽不聽到 或者重溫看回 你們明明我們在說什麼 我們咪後 剛才你不是說去游泳 那時十一二歲 同學朋友鄰居叫游泳 我說好 跟了別人游泳 游泳游泳 他就捱著牆 跟別人說話 我就站在旁邊 但明明是沒有人 即是他對著空氣說話 是的 他對著空氣說話 即是泳池邊 按著泳池邊 說話 是的 我便覺得這麼有趣 但別人說話 我沒有理由插嘴 有他們 即是對著空氣 是這樣說 是的 我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我便看著他 都是男孩子 大家 朋友 走了 散了之後 回到家裏 途中 我便問一些人 這麼多這些什麼 神功器 這些東西 然後他說 魚蘭節 魚蘭節 便做神功器 即是你經過球場 看到人們放了東西 是的 那些屋邨 總之便搭了棚 澄清殘殘 我便問人 他說魚蘭節 魚蘭節 魚蘭節 糟糕 原來是鬼節 然後很多年 都沒有再游泳 那女生之後有沒有事 沒有 她沒有事 我又沒有告訴她 我又沒有問她 你那天做什麼 我又沒有 或者那時小時候 不認識 不認識 你家裏人也有什麼 我沒有跟家裏人說 你為何7月14日 你被你游泳 父母上班 我們夜限子 即是你暑了出去 不用暑的 沒有人理你 應該沒有學壞 就是祖先保佑 沒有學壞 如果你不在 我想她被人拖下水 不知道 我又不知道 如果游泳 有幾次差點浸死 被人抽上來 讀小日子 那些明明是撞下水 你不懂游泳 是的 我們的節目 不喜歡不是說是 我不會作的 我不會作的 我說的都是真實的 所以不知道你們覺得可不可怕 其實如果你想想 其實很多人會害怕 等於眼邊 看到有人經過 只有你自己 有沒有開燈 沒有人開燈睡覺 但如果你做消防就慘了 消防要訓練到別人 那個視覺要很闊 是的 為什麼你在災場 看到 要到處都看得到 很危險 但我反過來 認識那些真實認識的人 叫不要用眼尾掃 眼尾掃 很容易掃到不應該看的東西 要看東西要靜 你要看 整個頭去看 不要用眼尾去看 眼尾多數看到不應該看的東西 好 我們的節緣 好